那边乡前陈嫂熊带琳为爱伤神 这边乡另一位正在上演工程剧的狗云慧则是高调师爱 刚刚挤走熊带琳夺成成功 闲不住的狗云慧25日又伴在另一位忙着成心三角恋的男主角古天乐身边 一同为高跟鞋代言 狗云慧近一米七的身材与橙橙一般无二 不过高跟鞋一上升即使站在古天乐身边也是毫不逊色 看来橙橙是要继续敌人一等的生活了 但前任橙嫂熊带琳都不建议狗云慧当然也不能输人 其实我觉得人的外表不是很重要 因为外表会随着年月会变化 反而是人的内心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选择将来的结婚对象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个性还有内心都跟我相似的人 真爱面前身高都不是问题 但狗姑娘你与姑父成的长达18年 跨越辈分的年龄差距 莫非也不影响你们的沟通交流 这怎么说呢 是看人的心态还有性格 很多时候不一定 我觉得年龄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既然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 狗云慧坐上承扫位置看来是早晚的事了 这波前任还撇清不会与诚诚私下见面的她 这回又改口表示渴望与诚诚写手合作呢 我反而觉得如果可以一起工作的话 可以增加 知道大家了解对方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工作是要专业的 我可以合作的话很好 谢谢大家